在蔡徐坤6400万资产被冻结的背后 是他跟恩氏的反目成仇 2018年凭借偶恋C位出道的蔡徐坤 得到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赏识 这个女人就是与王金花 韩三平等人齐平的综艺之母 葛福洪 葛福洪在圈内名望很大 早期的金城武被他从中国捧红到日本 蔡依林应欠债900万陷入低谷时 是他大手一挥 还清欠款 并随之把蔡依林打造成天后级歌手 王小敏每次去台北都要请葛福洪吃饭 因为对方给他的演艺之路帮了不少忙 而且你还能在杨敏的许多照片中 看到这个老人的身影 在见到蔡徐坤时 葛福洪已经是爱奇艺副总将冰的合作伙伴 IDOL世纪的董事 当时他主要负责培养9人团9% 后因为蔡徐坤本身比较出圈 于是转而捧他 那一年也是蔡徐坤最火的时候 超话数据排第一 微博转发量每条上半 他的火爆程度 加上葛福洪资深的民伤手段 一度把蔡徐坤这个名号捧上神坛 但是谁都没想到 这种美好的双赢局面 居然被蔡徐坤首先打破了 2018年10月NIFE3组合解散 已经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蔡徐坤 不想再被资本控制 而是决定单飞成立自己的工作组 而这个举动也意味着 他跟钱东家IDOL世纪 以及顶头上次葛福洪彻底断绝了关系 当另一的这层假象被揭露后 葛福洪也露出了凶格的本质 在蔡徐坤单费的三年左右时间里 葛福洪的IDOL世纪一直吸着他的血 蔡徐坤先后发了两张专辑 样和谜 均被IDOL世纪起诉 想要夺取版权 这才导致了蔡徐坤的6400万资产被冻结 但是蔡徐坤已经离开IDOL世纪三年多 为何还会被对方阴魂不散的纠缠着 原来是这两张专辑中 均放递了一些蔡徐坤几年前制作的老哥 而这些老哥都由IDOL世纪的人参与制作 虽然不知最后关系结果如何 但这起码证明 蔡徐坤离开IDOL世纪是对的 只有他自己独自发展 才不会被资本盘住手脚 跑男请蔡徐坤加入绝对是一个错误决定 因为他的智商太bug了 玩鼠鸭子游戏是他巧妙的悠假动作 骗过孟佳 导致对方失去回应的时间 抓一只 哎 你看看 好动力的 孟佳被砸了之后还一脸茫然 果然不知游戏能这样玩 他以为还能反过去玩呢 他还好回头了 第一个游戏中 队友因了几次猜错敌方队长而陷入下风 这是蔡徐坤运用头脑风暴 准确地猜出队长为终笔倡 我觉得队长会藏在嘉宾里面 两个女嘉宾都都是有几率 我觉得比明可能是会比一千的 最后队友凭借蔡徐坤的预测 密封翻盘拿下游戏胜利 三十字游戏里 队友都想用更多的十字保证稳胜 但蔡徐坤却表示 只需用五颗左右即可获胜 后来队友遵照他的意见 以6比3的优势赢下敌方 这种强大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 让其他嘉宾玩得毫无游戏体验 当然蔡徐坤这些理智而狡猾的思路 无疑给跑男增加了不少节目效果 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 他不只会以目前的唱票 还拥有一个聪明 独立自讨的人格 蔡徐坤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的 蔡徐坤看称娱乐圈的钻石王老五 2021年蔡徐坤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时 一领上瘪直的一枚胸针 额外引人注目 因为它是著名钻石品牌戴比尔斯定制的胸针 价值达到1235万元 至目前为止 国内明星所佩戴最昂贵的胸针 粉丝戏称蔡徐坤等于在身上别了一套房 很多人可能没听过戴比尔斯 但一定听过他那句著名的宣传语 钻石横久远一颗有流传 戴比尔斯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公司 其公司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钻石的代名词 如此高端的珠宝品牌 当初是怎么看上蔡徐坤呢 其实蔡徐坤的时尚资源一直不错 自出道以来就不断在著名时尚杂志上露面 其中也不乏被各种高奢产品眷顾 领唱会上除了戴名贵兄贞 他还曾穿过七套定制服装进行演出 此外他是首位且唯一的普拉达官宣代言人 也是首位蓝鞋顶舌滑人男星代言人 除了他一人高的大长腿格外与人注目外 还因为他的粉丝拥有极强的购买力 2018年因为蔡徐坤的一剧作公益 粉丝便定点捐赠了20多座图书馆 捐赠金额46万 物资达到百万 蔡徐坤发布了一张专辑 迷不到两小时便突破5000万的销售记录 直接刷出了平台的电堂史诗级唱片认证 而且更为人震惊的是 蔡徐坤的粉丝中职业大多为学生 他们能够拿出如此恐怖的购买力 足以说明其粉丝活性高 技术大 而拥有这种庞大粉丝群体的蔡徐坤 又再能不被高奢品青睐呢